现在因为沙特跟中国大陆合作 越来越深化 那这关系越来越友好 美国在旁边看着 是不是也开始想要封堵 封堵沙特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沙特阿美它旗下有风投公司 叫做Prosperity7 那么现在就是说 它这家公司要投资一家 在矽谷的AI晶片初创公司 Rain AI的股份 说不行啊 说要撤资啊 真的会这样吗 美国真的政府现在要出手了吗 而尤其像现在我们很好奇的是说 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你说真的 你说要卡中国也就罢了 现在还要来卡沙特吗 请教亮哥 这个真的感觉有点莫名其妙 怎么说 不是啊 因为以前沙特阿拉伯主权基金 购买美国股票是非常常见的 而且很多都是高科技公司 那矽谷它也有介入 就是中东的主权基金 那这个只是其中之一 就是Prosperity7 这只是其中一家公司 就说沙特其实有好几家 这样的公司公司 沙特阿美是多大的公司 沙特阿美是全世界最大的公司 他的市值曾经是两兆五千亿美元 市值啊 所以他随便一些投资公司 当然就会去投资一些他看好的标的嘛 是 这个过去几十年来都是如此啊 所以我是觉得美国一定是怀疑 他跟中国有一些计划 在AI人工智能的发展上 然后他会把这个东西拿去偷偷给中国大陆啦 因为你也知道嘛这个沙特的那个ETF 刚在香港上市嘛 是 那未来可能还会有更多其他的 因为他要增持人民币资产嘛 所以透过香港上市ETF 大概是最快的 这个就是第一支沙特概念股嘛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美国可能就是 故意敲打你一下 那你就会来跟我谈啦 哦 倒不一定说真的就是不让他弄 那只是说敲你一下 说你最近有一些行为我看的不是很爽 哦 所以看能不能交换什么 那你就来跟我谈一谈吧 比如说 比如说我随便讲啊 如果有一件事情真的发生 美国就会非常敏感 比如说沙特阿美会不会在香港做第二上市 哦 这个就很严重哦 哦 因为沙特阿美本来是要到美国做第二上市 后来没有成功 就会换到香港去 对 正好戳中美国 对 所以我认为 这个叫敲三 这一家公司 你背后 来跟我谈一下吧 嗯 大概是这个用意 可是那如果说是阿联酋呢 他们也投资 比如说美国的科技公司 就像沙特那样 目前还没有发生嘛 哦 那以后难道一个一个都要来敲向 不因为我跟你讲 因为美国现在很多谣言啊 比如说华为那支手机啦 人家之后晶片是怎么来的 嗯 哦 那 那 就是他们也怀疑是不是从中东过去的啊 对 就美国也在调查嘛 是 所以就中东有一些 因为他有钱啊 嗯嗯 所以他可以买到很多东西 那是不是因为你 那因为你现在又跟伊朗和解了嘛 所以就变成各式各样的 中国的公司啦 生意人啊 就大量的进来中东嘛 是 那是不是私下就做了一些接触 尤其是沙特跟阿联酋 都是买中国的武器的 嗯嗯 所以肯定要接触一些军工产业的代表 所以 美国可能有一些地方 摸不太透啦 就 就敲敲你啦 嗯嗯 叫你来跟我谈这样 对问题是像沙特啊 阿联酋啊 现在也都要发展AI啊 总不能一直靠的卖石油嘛 要发展很多的方方面面的 那包括AI的话 你看不也抢购的是 哦 NVIDIA的智能晶片 高性能的晶片吗 那 我跟你讲大国啊 要对 要欺负中小国常常用这种怪招啊 比如说台湾买的武器 这样就突然不给啊 就是你该来跟我谈啊 就这意思啊 有点这种味道啦 所以 你不要局限于这件事情的 这件事情可能不是本质啦 真相可能是在后面 背后有它的用意啦 对对对对 不过呢现在美国 现在开始呢 特别盯住中东国家 尤其像是沙特 但你说在这个时候 大家关注的就当然不外乎 还是中美关系的发展嘛 像赖老师 我们知道在这一次呢 虽然说中美两国领导人已经会面了 但是会面之后 你说这个关系要怎么看呢 昨天我们其实还在谈到 就说美国的前国务卿 季辛吉 那么他过世了 但是在接下来呢 这个中美关系要怎么发展 就这么刚好 他一刚过世 然后这个时候就出来了一个调查 这个是叫做什么 这个是叫做反中抗中的调查吗 雷根国防调查 77%的美国人把中国视为敌人 只有15%把中国当作盟友 哇77%的人把中国视为敌人 然后呢72%的人还表示 如果中国入侵就支持正式承认台湾 而且4成6的受访者说 如果台湾遭到入侵 还会支持派遣美国地面部队 去保护台湾 所以照现在目前这样的调查结果来看的话 第一 多数把中国视为敌人之外 而且还要用武力的方式 军事方面的支持给台湾 就如同他们支持乌克兰 或是支持以色列一般 这是从我们现在目前看到的 这个调查结果 究竟在这个时候 出这个到底是有什么样的用意呢 你有没有看过一个 所谓的民意调查的问题 是这样设计的 这个好像就是说 你必须要回答我 我们一般来讲就只是说 我支持不支持 同意不同意 然后很支持还是非常不支持 我是没意见 因为这个是比较好选项 但是他的这种调查方法 完全脱离我们所能够理解的 民意调查的一个常规 而且看是谁做的调查 什么雷根国防调查 这个跟各位介绍一下 先讲一下题外话 陈水扁总统时代 他曾经对于柯林顿的总统基金会 捐了100万到500万资金不等 那由谁来捐呢 李大为 以前的台湾的前驻美的代表 也担过台湾的外交部部长 捐给柯林顿总统基金会 100到500万美元 这是被解漏的 那现在这个雷根基金会 民进党的蔡英文捐给他多少 不知道 因为到目前为止没公布 可是我们都知道 他跟蔡英文的关系升到不行 跟台独的关系升到不行 为什么呢 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 蔡英文过进美国 就跟麦卡锡见面 就在这个基金会 那这个基金会是被中国大陆宣布制裁的 所以他是反中的一个大本营 那我们不知道民进党的蔡英文 用我们的外交部的 给这个基金会给多少钱 这个要等外交部自己 对我们说清楚讲明白 可是10月份的时候 这个基金会 他们有到台湾来访问 而且还拜会了 10月24号拜会了蔡英文 一行人 包括前国安的一些官员都不大 但是那个退休之后 都到这基金会里面来工作 也包括这个基金会的行销长 也都到台湾来 在蔡英文跟顾力雄 有跟他们接待 而且谈得很愉快 也招待他们 但是到底给了多少钱不知道 这是10月24号发生的事情 回去以后没多久 这个民调就出来了 辞地无垠三百两 太巧合了 太诡异了 太有趣了 然后就说成是 把一切都简化了 叫做雷根国防年度调查 各位不是 是雷根基金会被大陆制裁的一个基金会 然后被界定是台独的 跟美国基金会跟台独 有最深关系的 然后在11月底 12月1号公布这个资料 等于是11月底 那也就是来访问台湾以后 这个是来访台湾跟总统的合照 大家可以拍一下 对 您可以看到 这个很重要 这是总统府公布的 那 对 亮哥第一时间的及时补充 这张这张 是的 好 总统府的照片 所以 有没有要介入台湾的选举呢 当然 台湾的朋友 自己想一想嘛 这个摆明是戒选啊 戒入选举啊 对嘛 这个是很典型的戒选的一种方式 美国的基金会跟台独很有关系的基金会 那么来台湾访问完了以后 不知道收了多少钱 我们不知道 那要总统府外交部给我们回答 然后呢 这个时候 在11月底就来一个这个民调 接着绿营的媒体 包括所有的媒体包括 然后铺天盖地的 全部几乎都在最显目的版本 然后里面公布出来 您不觉得有中央厨房吗 同步 全部的新闻 铺天盖地 您有没有觉得一个小小的基金会 公布一个民调 铺天盖地的 在台湾的各大媒体全部报导 怪不怪啊 是 而且还刚好 不要说是美国这个调查出炉 而且介大使 刚好有个日本的退降 在这个时候也说什么呢 他说在台湾有事的情况之下呢 日本可能应该要扮演的是 像波兰一样的角色 波兰在恩乌战争当中收容乌克兰的难民 所以意思是什么 当台湾一有事的话 台湾难民是要给日本收 是不是这样 所以你看之前都在讲说 当台湾有事的时候 他们都是想方设法要 把在台湾的日本的侨民 赶快接到日本去 现在不是 是现在说要接纳台湾是什么 台湾难民吗 要为这个贫荷来做准备 甚至还说一旦中国犯台 日本是唯一能冲当国际社会 向台湾提供物资的门户 怎么提供物资 他们有能力接收台湾难民吗 大使 那这是一个退休将领讲的 这个不是他政府的立场 退休的人就跟我一样 退休了以后 你就照你自己的想法在发表 可是你要成为政府的政策 那距离很远 距离非常的远 日本政府如果他的官员 这样讲的话 这件事情 我们真的可以来好好讨论一下 但介大使 有的时候在位置上 还在当官的时候 都不敢讲 会不会卸任了以后 就比较敢讲实话 大概80%你都做不成 对你在位置上 你的想法有两成 能够做成就不错了 因为这是很复杂的问题 那你不在位置上 你都可以 都可以很 讲一个你的想法 就很坦率的说出来 很坦率的 这是他个人的 只有说这是一个退休将领 个人的意见 这样子 所以跟日本政府的政策 还差了十万八千里 那当然了 他讲这句话 他也是有 也不是说太天马行空 因为宇纳国岛离台湾很近 基本上宇纳国岛听说上面都在看台湾的电视 听台湾收音机 是 所以因为他离日本很远 离台湾很近 那宇纳国岛周边还有一些 一些岛屿 也就是琉球群岛最南端的 跟台湾距离很近 我想他应该指这些地方 这些地方他就是船可以达到的 你说到时候台湾如果真正发生战争 大部分能够跑出去坐飞机 我想机场大概都急爆 也是很短一段时间 那你也不可能 你也不可能在战争发生后 还可以飞机才可以进入 进入台湾 在那边接人 那是不太可能的 那一定是走海陆 海陆的话那当然就走渔船 台湾人也都没有游艇 对不对 大部分就渔船 商船 对 这样子从这个 我想就是去日本的话 大概就走苏澳 宜兰这些的港口 甚至基隆港 那是很近的 所以这是他的一个构想 不过日本事实上这国家 是不太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 他从来没有接受过难民 日本这国家从来不接受难民 他是非常排外的 他连这个 连这个所有的这个 怎么讲连外劳都没有开放 你知道日本的外劳怎么去 就是说你必须要在他海外的公司 已经做了 由海外公司派内部轮调的方式 调到日本本国的工厂 这是他的接受这种 集体的大批的劳工的方式 其他是那种你去打工的 他让你做一些工作 你要沉批沉批的外劳 日本到县都不开放 劳工对他是有帮助 他都不放了 他会日本政府会放这个难民 我觉得是 这位这位这为什么 什么这个什么 自卫队的中将 退休中将 应该也算是异类了 对应该也算是异类了 日本人是非常非常自立的 自立的 他没有那么大的胸怀 而且他还强调了 他说这个菲律宾 不太可能扮演这样的一个角色 澳洲了夏威夷了都太远了 所以不会收台湾人 所以还是要靠日本来相挺 来收容台湾的难民 这是一个退降的说法 不过刚刚这个 介大使讲说 这个要落实为日本政府的政策吗 可能还有一段距离 因为这并不代表日本的官方立场 不过话说回来 现在我们来看到就是美国 美国现在你说也要选举 但是要选举的话 如果亮哥拜登他如果真不选 因为他现在当然还是说他要选 但如果真的忽然说不选了的话 说民主党根本没有备案 可能会引发混乱 他们说是根本就没有所谓的Plan B 这路透社还特别做了一个 这样的一个分析 我看到那个CNN 我只看到就是那个加州的州长 跟DeSantis两个州长在那边 互相的辩论在Fox News上面 看起来颇为精彩 但是这么精彩的辩论 我们好像很难看到在哪里 在拜登跟他的对手 这个现在目前是川普 在共和党声势是最高 但是亮哥 如果拜登你看这不选的话 民主党会乱吗 民主党不可能那么晚决定 他们也会考虑到这个问题 连你都想到他会没想到 对不对 所以他一定会 我跟你讲到时候 我跟你保证华盛顿邮报 纽约时报就会抛出社论 要拜登或者民主党做出最后的决定 说到底拜登要不要连任 大概明年二三月 这种文章就出来了 他不可能让你拖那么久 对啊 那如果你真的是不行 那一天到晚梦到外星人 对不对 他们就开始问谁要选了 我跟你讲美国媒体厉害的很 那到时候就很难讲 不到时候就有人来拖你啊 对啊 就说Newson可以选啊 是啊 就是这种声音就会出来 Michelle Obama你要不要选 这种声音就会出来了啦 只是时间还没到啦 就是大概二三月左右他就会开始了 是是是 就是说现在好像看起来 那刚刚我讲的那两位州长啊 他说反正我们现在不会是2024的这个 第三点是没有机会啦 他没有嘛 因为川普这个遥遥领先 川普共和党的民调是68% 是啊 对 根本没有对手啊 没有对手啊 他连初选都不参加啊 对啊 但是到时候就很难说了 搞不好就是 如果他真的拜登不选的话 拜登如果不选那整个局面会变得很不一样 因为川普的优势就在于拜登年纪很大 对 对 那到时候就是一个年轻的面孔 你也不要太乐观 川普不会让的 华府的智库传统基金会 就有一个研究员安东尼他就说 美国财政部再度举债了150亿 已经把美国的国债推升到 接近33.9兆 33.9兆呢 那大家看到 其实呢 这个本来在6月的时候是31.4兆 现在等于半年6个月 已经一口气又多了2.5兆了 一直在往上增加 然后呢 需要偿还利息已经超过了1兆 那这个美债的利息 几乎占了美国全国个人所得税的40% 天哪 这要怎么还 还不完啊 还是根本不要还了 好 赖老师 还不完 因为他的收入跟他的支出 完全已经不平衡了 收入很明显低于支出 那现在的利息又升得这么高 例如说我们一般的存付的利息 都已经到定存 都已经到3.85 那如果说是联准会的话 也可能已经到超过5以上了 那所以美国的这个联邦银行 要支付给国家的利息 已经很高了 每一年 目前来讲 可能工债的支付的利息 都要高达1万亿美元 一兆 那本金都不用还 那美国政府 这样子下去就 他10月 一个月 一个月 利息就还了891 你看一个月891 一年就要一兆 就超过一兆 超过一兆 一年一兆 你现在看美国的政府的财政收入 怎么支出得了 本金都还没有还 而现在的情况就是因为 只是利息 只是在还利息而已 对 还利息 可是每年的收入跟支出 又不等于 又差大概一两兆的缺口 那在这样的情形下 等于是每一年就拼命的借钱 再还钱 然后可是国防开销 还是维持那么大 其实欧巴马总统时候 他把国防开销值 控制在5500亿左右 他定一个天花板的一个政策说 不要超过5500到5700之间 压在这里 可是川普上来了以后 就推翻了天花板 拜登更推翻天花板 到8800亿 各位想想 美国现在没有真正跟国外交战 没有交战 可是国防开支 却都要8000多亿 而每一年负债者 负责个样子 您想如果您是中国大陆 或是您是任何一个国家的财政部部长 你要做什么 或是你是央行的 你要做什么 你赶快拼命卖公债吧 尽量减持美元 因为把美元换成为黄金 或是 我觉得中国大陆很有趣的一件事 它的美元 目前来讲外汇里面 这么多的美元要消化掉 要很长的一段时间 怎么办 进博会 拼命的就是鼓励你外国的好的产品到中国来 进口博览会 对 你进口博览会 你的好的产品 好的科技产品 然后甚至晶片 你都到中国来 对 那中国给你下订单 把这个外汇尽量把它烧掉 我觉得美元手上拿太多太危险了 以美国这样的负债 撑不住的 好 那这个刚刚线上有书生说打一架就不用还了 亮哥 真的吗 为了不要还债还引战 还不惜打仗 引战 发生战争 会这样吗 好 这是第一点 然后革命就不还了 革命就革命 就推翻旧政权 以前中国跟俄罗斯革命 对过去不平等条约就不认了 对 以前就一笔勾销了 我就是不认了 可是当然他会制裁你嘛 当然是这样 那还有啦 那英国呢 这个跟现在的状况是不是更不妙 就一个接一个 我们都听过的一些主要城市 什么Bermingham破产 然后另外中部城市诺丁汉 也宣布说他们事实性破产 这个没什么啦 这个 为什么 美国城市也常常有破产 破产都没什么 这真的比较大啦 Bermingham是比较大啦 第二大城市 不 这个你没有办法 因为你就是传统产业起不来 就像底特律 底特律也接近破产 所以那个时候不是 政府用大钱去救他 救汽车产业 是 是 对不对 我记得那个时候金融危机的时候嘛 金融危机本来是应该要去救 金融公司才对了 结果连底特律都来救啊 所以那个时候如果不救 大概底特律就完蛋了 就汽车工厂就在四大都倒光了 对啊 所以这有点类似啦 就看政府要不要出手啊 那政府能怎么救呢 我上次金融海啸 他就介入持股啊 欧洲事实际上比美国合理啦 欧洲都是用持股 那美国是直接给钱啊 所以后来股价涨回来的时候 政府一毛钱也没赚到 所以你就知道美国是什么样的 资本家统治的社会嘛 欧洲人不可能这样干的啦 他就是持股 所以你股价回来的时候 政府一起赚钱 所以你看哦现在说这个2023到2024年度预算要出现 2300万磅的财政缺口破产之后地方政府就要停止 这个可以处理啦 就政府发地方债嘛 然后中央政府购买啊 那以后再还啊 理论上可以处理啦 是 好 所以呢那现在来英国每日电讯报就说 是不是这样子干脆大熊猫在英国的日子也会变得比较不好过 不好养没有钱 然后还是送回中国比较好 又看到一只被虐待瘦巴巴的 是不是这样 那个歪歪啊 鸦鸦啦 鸦鸦那是之前啊 那好可怜啊 对啊 现在养肥来了 对啦 养肥来了 可能因为他回到大陆 养肥来了 养肥了 健康了 这个不是这个是约到期啦 约到期啦 这不是说养不起啦 对对对 这个是因为签约就是到12月 12月就要还给中国 那鸦鸦鸦为什么不续约 你看这个一个叫甜甜 一个叫阳光啊 这个熊猫外交 是真的吗 因为关系不好 那个叫卡梅伦来要吧 对我觉得 我觉得这些多多少少的政治因素吧 英国也把这个华为给禁了 对不对 英国里面那些反中的声音很多啊 英国曾经有个首相啊 做了四十几天啊 那就是以中国为敌嘛 Lost trust 本来熊猫就代表友谊啊 对不对 这个友谊之手换回来的是 是一个不友谊的话 那这个友谊之手还会被伸就是一个问题了 对而且这个本来就是说也不是说 做得很现实 而是说他约到了 对那如果要进一步的话 你要进一步还想这个签新的约的话 那看英国政府的诚意啊 对对对对 所以刚刚亮哥讲嘛 那个新的这个外相 这个就努力一下 有可能他来访王毅做个人情送他 对对对 我去过四川那个熊猫养的 熊猫多得很啊 羡慕啊 不过我看中国熊猫可能过得更愉快 哇那场地好漂亮 在那个在那个在成都附近的 哇真的修得好漂亮啊 对 那三明水秀啊 而且啊 环境保护比他们好多了 他是人人在外面 人走着路 熊猫住的大院子里面 春天古墓全部都是绿色 那环境你要看这个动物园不能比啊 对啊 等于说等于说这个 现在熊猫出去不是吃香喝啦 现在熊猫出去是王兆军出塞啦 出塞啦 对 那是文臣公主去合番啦 是 Sally 当年土分对他也不错 土分还不错 Sally回我们说 12年因为没有生小熊猫了 要送回国配 这个 好这个 要配种 要配 来 这个 那刚刚我们在讲到 比较现在谁的经济好 谁的经济不好 那中国大陆现在呢 你说经济到底好不好 谁看了好 现在的确努力的要拼经济 振兴经济 大陆领导人自己来到上海开会 而且是深入推进长江三角洲一体化 叫做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来开这个会 而且也强调说 要深入推动 然后要紧扣一体化跟高品质 树立全球视野战略思维 好这一趟去了上海 做出了很多的宣誓 尤其这个主要要怎么看 来 蓝老师 我的推断 这是强调是推断 我的推断是 大陆习近平可能 在打造一个新的政治体制 那也就是说 按照经济地理 按照这个自然的 就我们叫物理地理的一个发展 然后要把这个区域 区块把它发展起来 那发展如果一旦成熟了以后 很有可能未来 在上面一级的政府 可能就会开设出来 目前来讲我们是这样子 五年前的时候 有打造三个中心 一个是珠江三角洲 一个是长江三角洲 一个是北北京 就是河北北京跟天津 这样的一个北北京的三块地方 京津记 京津记 对 那五年的计划 那今年是五年到期 那这五年他们把基础建设 都建得差不多了 现在是要深化了 那要深化就要把这个省的壁垒 要把它打破了 原来我们各省都有 自己省的省计 有自己省的企业 有自己省的规定 那现在是要根据 这个整个区块的发展 所以这次习近平把 安徽 江苏 还有浙江 以及上海市的市委书记 他们全部都找来 李强也来了 所以国务院的总理也都来了 那大家在一起开会讨论 那也就是说要跨省计了 要建立起一块经济区块 这个经济区块包括金融 包括科技 那重点就在于 他们要打造一个超大型的城市 在这个城市的发展中 要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的意思也就是说 城市的发展是要环扣在人上面 而不是为了要 城市发展而发展 而是要为人的服务来发展 我觉得这些原则的一个 方向的一个确定 那就是未来五年的方向 再往前推了 推了以后总结经验 如果说是很成熟的 就往外推广 那会有更多的三角洲 开始往外走 我觉得未来中国大陆 跨省的这个行政区 很有可能就会就这样形成 这个是一个 一个统治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国家 这么多的省市 然后这种这么多的经济区块 我觉得这是一种新的尝试 那目前来讲就有习近平的威望 才有办法做到这一点 不然换你各个省委书记 怎么谁愿意把自己的 的权力放出来 那也就是说只有习近平的威望 才能够让这些省委书记 放出来 放出来了以后就进行整合协调 所以区块的发展速度会更快 我的推断是会更快 会更有力 然后那个影响力会更巨大 好 所以呢那现在呢这个亮哥 一方面再看中国大陆的经济 像美国媒体呢就特别看 哪里不好 哪里不好 中国大陆哪里不好 所以呢华尔街日报就说 中国制造业服务业的活动放慢了 年底形势不妙啊 他特别还举出了11月份工厂活动 进一步的微缩 所以呢是不是短暂反弹 已经熄火了呢 那最主要我不知道是不是 他们在看到就是最新的这个 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不如预期嘛 所以呢就是特别这样子分析了一篇 但是那你说那美国呢 美国自己好不好呢 美国现在呢你说 叶伦好像看起来他还蛮有信心的嘛 就说轮软捉入美国的经济 所以升息的空间应该已经有限了 而且看到制造业的复兴 可是美国华尔街大鳄叫彼得西夫 他怎么说啊 他说美元正处于历史性崩溃的边缘啊 将导致通膨利率和失业率飙升 美国经济不会软着陆 哎呦 那我们要听这位彼得西夫的 还是要听叶伦的呢 中美经济来好好比一比 请教亮哥 这个都不能比啦 可能人家再低也比你高啦 美国我到现在没有看到 他当然这个这一季度比较好啦 所谓到5%嘛 那可是我没有看到有人去修正说 美国今年GDP成长会超过2啊 我还没有看到这种修正数字 那中国修正最低也有4.7啊 所以再怎么样也比你好啦 所以我的意思是这样嘛 我看到那个OECD的数据 他说美国预计今年的这个 经济的成长率是2.4% OK 那这个 那这个是最新的最好的数字 OECD 对 而且你刚刚讲说10月PMI不好 人家也是49.5啊 是 就在边缘上啦 这个可能就是你太乐观预期嘛 可是做生意是这样啦 那个欧洲就一塌糊涂 你叫我怎么好 你怎么不去问这个问题 对不对 因为欧洲不好是公认的嘛 他第四季还在 还在 有人认为他大概是唯一确定衰退的 就整个欧洲啦 那欧洲是中国的第二大订单 那也是美国的第一大订单 所以欧洲不好 那你也别想好 美国怎么会好 那美国国内市场也不好啊 美国是高科技公司好 那有一些大的金融公司 你其他也没有看到很好的啊 是 制造业呢 服务业呢 对啦 所以我坦白讲这个 华尔街的媒体 你基本上不用在意啦 因为它可能在放空啊 是 它随时会转调的啦 比如说最近在做高台股嘛 那最近台币不是大涨嘛 升值 升值1块多啊 那这个汇进来2400亿啊 可是这个叫经济好吗 它随时可能就要走掉啊 对不对 所以我是觉得 短进短出啊 就是短进短出的热钱 这华尔街常干的事啊 又不是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 我的估计是彭博跟华尔街 应该是有相当大的比例在放空啊 但是他们现在是不是在做多硬度 我跟你讲 他讲放空的时候 就是他要准备买进了 都是这样嘛 不然我们用行动来做 这个真相最真嘛 为什么抢着要跟习近平吃饭 那你是要干嘛 不过我补充一下 我觉得台湾也好 台湾的媒体因为很喜欢跟着 就是刚刚亮亮讲的 跟着美国的这个彭博社 或是华尔街 去唱衰中国大陆的经济 然后我们的媒体就不断的在报道说 哎呀这个大陆经济很糟了 可是它再怎么糟 IMF再怎么样的修正 都是4.8 甚至还有往上走到5点多 但是我觉得我们自己没有 我们自己没有去重视我们自己 我们的主基础才 刚刚公布我们的经济是往下修 百分之1.4% 那也就是说台湾的经济 其实你看我们的经济体 并不那么大 大陆是这么大的经济体 都还有4.8到5点多的这个成长率 而我们这么小的经济体 都已经往下修到只剩下1.4% 那我觉得我们这边都好像就在嘲笑 中国大陆说哎呀你们经济不行了 我们下修到1.4了已经破2了 我觉得在这个部分里面 台湾的观众自己心里面应该要有一把尺 所以我们真的已经很不行了 我们应该努力了 而且我再补充一下 10月中国的PMI是49.5% 美国是46.7% 所以你在吹牛什么 对啊 对啊 可是问题来了 印度55.5% 不啦印度高是没有错啦 它今年本来就超过6% 那俄罗斯也是54啊 对 它在搞军工产业啊 所以那现在一味的都是在看好 我看一堆外资报告啊 都在讲说今年以来 印度的基金都赚了多少 什么三成的投资报酬率 对啦可是问题是它的GDP只有3兆嘛 你没有办法靠它带动嘛 好 对吧 所以说这个是全球经济火车头的分量问题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啊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 美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